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若宁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演戏 还是歌声似乎都很适合展现文艺青年反而 但似乎此次就栽在了导演身份上 这部影片的画面和故事片段 其实是达到文艺片的标准的 男女主景不然和周东宇的影片中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 然而按照过往的经验套路 既然铁石和人和斗战了 那造成一部影片口碑欠佳的原因 可能就是剧情这个地利因素了 北漂故事虽然早已被玩漫了 但是优势在于在国内这部分人群的庞大 因此其实煽动这部分人的情绪 是这种套路玩法的核心手段 然而影片外就败在 没有把这个老套的戏路玩出新意 开场不到半个小时 其实观众就很容易猜到结局了 并没有在剧情的关键点铺设好旋律 也许是导演作为一个台湾人 并没有北漂这段经历 以为北漂生活就是白天摆地摊 晚上睡地下室 这种狭带的理解 导致了本片在展现北漂青年的生活上 显得不够生动 以至于有种呆板的感觉 总而言之 作为奶茶刘若英首次指导的文艺片 在短场景的处理上 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上升到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和框架时 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希望未来他能继续努力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影片 热情 酱 酱